新天一早带来关系一下天气情况了 今天全台晴朗酷热要好好把握本周的这个好天气了 因为下个礼拜封面会接力报道 到时候全台可是湿搭搭的 微星图我们带您进步来了解了 那透过微星图你看到今天呢 全台各地包括了外岛地区呢 这个呢都是多云到勤的好天气 只有午后山区或者是宜兰的地区呢 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出现了 各地高温可以达到30到35度 那么今天全台可以说是变成红番薯了 真的蛮热的高温提醒我们一起来看 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气象鼠 他们所发布的这个高温提醒的部分 包括这个透过图片呢 你从颜色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北部高温这个33度 30到33度左右越往南呢 这个温度是越高的 尤其中部跟中南部 好这高温会来到35度 尤其你看到在这个紫色块 紫红色这一块的部分呢 它是属于这个云林以南 靠近山区的部分呢 这是比较热的 另外呢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出现呢 那上头虽然写的是34度 但是根据这个气象鼠 他们的文字说明的部分呢 台东地区呢有可能出现焚风 而且呢温度有可能会达到了 这个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啊 好外出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 那气象鼠也特别针对高温的部分 发布了黄色灯号预警了 好直接用颜色标出来 旁边我们也辅助了这个文字说明了 包括了这个黄色灯号有哪些县市呢 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都是黄色灯号的要特别留意了 那刚刚一开始我们都有提到了要把握今天的好天气 因为下个礼拜要变天了 下周一上班上课日啊 这个封面开始接近 所以从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 包括了这个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呢 有局部短暂震雨 那么呢午后降雨的部分呢也会扩大哦 午后降雨的部分呢则是从这个中部以北 东北部地区在午后的降雨还有各山区是雨势比较大一点点的 等到呢下个礼拜二 好封面通过影响就更大了 这张图上呢它标示的日期呢是下周二到下周六 通过这个雨势的这个部分分区图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哦 包括了下礼拜二呢这个封面会通过 下周三封面通过各地天气都是非常的不稳定哦 尤其在西半部哦还有这个东北部地区呢 这个有局部短暂震雨或是雷雨的情况 东北部地区呢也会有这个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 另外在其他的地区呢这个也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震雨或是雷雨的情况 到时候云多又下雨各地高温也会略微的下降了 包括了北部地区呢温度大约是26到27度 但南部的温度就比较高一点点哦气温会来到30度左右哦 到下个礼拜四25号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波封面来靠近台湾了 所以呢雨又会持续的下哦那会影响到什么时候呢 目前由这个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哦包括了下周四 下周五下周六都会受到封面的影响 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西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呢 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所以总体而言呢从下周二开始封面接近到下个礼拜六 两波封面是接力靠近的全台各地都会有机会降下大雨 而目前气象署是预估了这个雨呢有机会是一路下到月底哦 不过在周二之前呢台东地区还是会吹焚风的台东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留意了 小丁宁我们带来关注是这个今天全台酷热哦 最后的好天气了大家记得多喝水了 那下个礼拜两波封面会接力影响台湾到时候全台是吃哒哒的 好大家要出门的话下周一定要带把伞了 另外来关注是潜见国道的部分哦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确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